最近正在热播的创造101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其中备受关注的当然是我们的村花杨超越 从第一期开始 她就是话题女王醉酒争议性 在晋级的所有选手中 杨超越的实力一直都是很多网友第一次的重点 然她却每次都能稳居上位圈 备受关注的还有莫美琪 惊人的唱功实力 经验的舞蹈功底 以及在线的颜值 均衡实力在所有选手中最强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突然崛起的菊姐王菊了 从一开始的茶无辞人 到现在人气语言超越并肩 然而和女团形象大相敬情 和其他的选手风格都不同的她 却突然米之泡红再次诠释了走红是一门玄学 除了节目中的各大备受争议的选手之外 练习生分日常也是观众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近日101选手的火区曝光了 很多网友看到后纷纷惊态 我是好道让人惊叹 下面我们来好好看看创造101的食堂粥 每天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呢 一般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食于四个菜 其中有八个荤菜六个素菜 而到了周末的时候则是20个菜起步 最关键的是吃101的食堂不要钱 大家可惊躁就对了 当然吃多了之后 有一些小姐姐的体重也发生了改变 所以部分选手的体重也曝光了 很多选手都比来之前胖了不少